中榜多位国教委会大佬 滩了中共这趟浑水 徐州八海母亲一案 在线惊人一幕 国际媒体巨头遭黑客网工 幕后黑手移为中共 戴口罩有大用 美CDC公布研究数据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5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 望为独报 我是Cherry 近几周甚至近几个月以来 可以看到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员 不断捍卫国教会对中共人权议题的态度 但深挖这些成员的企业利益 可以发现 他们与北京的连接早已超越了体育的范畴 其背后或有更多说不清的利益纠葛 中央社5日的报道 原影网络媒体也受日报透露 国教会副主席科斯最近曾解释说 国教会非常注视人权 但针对新疆对北京施压 并非国教会的职责范围 不过有调查揭露了其幕后利益 对于身兼澳洲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的科斯而言 他的公司与中国有很深的商业关系 甚至包括发生维吾尔族少数族群种族灭绝事件的新疆 科斯的国教会官方档案没有披露的是 从2007年起 他担任澳洲纯种马拍卖公司 英利书赛马拍卖行的董事长 据野兽日报调查指出 过去10年来中国是该公司的重要市场 中国消息来源指称 英利书促成了许多马匹 贩卖给至少一名新疆重要马主和繁育者 而英利书赛马拍卖行仅2021年拍卖到中国的马匹 合计价值超过1300万美元 该报道称 英利书赛马拍卖行的发言人拒绝就此置评 科斯则告诉野兽日报 他上面说的话既代表国教会 也代表他个人对于中共人权议题的意见 科斯辩解称 他的国际奥会官方档案记载许多体谈职称 但没有他这些年无数个商业董事职称 包括担任英利书赛马拍卖行的董事长 野兽日报的报道指出 科斯并非国教会的101名委员当中 唯一反对国教会应该就人权议题 对北京施压的人 国教会加拿大委员彭德曾坚称 国教会对于政治上的改变无从智慧 而人权议题是政治议题 他也不保证国际选手可以在中国境内讨论这些议题 而不会面临任何后果 据媒体揭露 彭德担任顾问的加拿大特曼律师事务所 在中国有长期的经验 公司网站还号称为许多知名的中国企业提供法律服务 并列出许多中国国营企业 包括中国石油海洋总公司 中信集团 中投公司等众多中共国企 彭德还曾在2013年发行的著作中写道 事务所对于中国一直很有兴趣 我们在2005到2006年和前加拿大驻中国大使巴洛赫密切来往 帮助我们更了解中国市场 此外 中共当局去年制裁了针对新疆种族灭绝案件 给予法律建议的英国政府运用大律师 彭德则表示 对于中共报复这些律师 他一无所知 根据上述报道 和中共有商业关系的国际奥会委员 不止如此 英国委员科一去年曾说 国际对北京冬奥的外交抵制毫无意义且会带来伤害 而英国杂志《私家侦探》揭露指出 科一担任澳洲矿业公司FMG集团的非执行董事 每年可以拿薪超过13万美元 而这家公司在2020年的数十亿美元营收 有九成来自中国 该集团大股东更是一家中共国企 除上述几人外 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家族 和中共当局非同寻常的关系 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我们新一期的时光故事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纽约偷渡皇后之称的 华人移民郑翠平传奇的故事 1993年她策划了再有286名非法移民的 金色冒险号事件 当偷渡船到达纽约附近的外海时 近300名中国人集体跳海 这一行为艺术震惊了美国当局 这一期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 好了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江苏省徐州市封县被铁链子拴了24年的女子 至今身份来历不明 网民干脆称她为徐子八 虽然该事件曝光后 中国网民群情激愤 但徐州与封县官方至今没有做任何调查 更令人跌破眼镜的是 徐子八的丈夫董志明不己 没被神志以法 还成了网红 开始代言婚庆广告了 综合报道中国公民记者陈秋实 2月4日也发推说 用铁链和猪圈囚禁女性的人成了中国网红 都开始有工商代言推广了 目前有几位国内公民记者在追踪此案件 要求公开一名失踪女子 与这名被囚禁女子的DNA比对 我现在有点担心这位公民记者的人身安全了 该消息再度震惊网络 据说找此人做广告的还不止一家 与此同时 网络流出的视频还显示 不少网红都开始扎堆前往董志明家中打卡 不是对董志明嘘寒问暖 就是对着屋里那些尚未成年的孩子大显爱心 唯独对孩子们的母亲支支不提 就像这个人从未存在一样 如此堪称魔幻的场景 不要说在海外生活的人们 就是身在大陆对各种奇葩社会现象 早已见怪不怪的网友们来说 也是一种颠覆性的冲击 不少网友都在留言中说 不知道是自己疯了 还是这个社会疯了 更多的人都在震惊于 这个社会居然已经变异到如此可怕的程度 一个人群可以自发的将人世间最悲惨黑暗的罪恶 转眼间翻新为皆大欢喜的活报剧 有分析指出 中共历来声称依法治国 那么如果DNA比对成功 中共会不会公布真相呢 中共徐州当局如果公布真相 那么就会让大众看到 之前的两个通报全是造假 等于打自己的脸 而且中共当局在第一时间 已经开始在墙内删除相关视频 另一方面 在官方竭力打压消息 官媒一致噤声的同时 公民记者们却努力挖掘真相 陈秋实推文中提到的就是一个例子 海外视频人士唐靖远认为 徐子八案与当年南京法官判决彭宇案 有着极为相似的性质 就是案件最终结果很可能成为 影响整个社会价值观 与大众生态的分水里 当年彭宇因为扶起倒地老人 反背叛承担责任 从此大陆老人摔倒后 再也无人搀扶 所以不要以为 这只是一个与大家无关的 发生在荒蛮偏僻村落里面的事情 也许很快就会看到 这件事可能与每个人都有关系 拥有华尔街日报 纽约邮报 及英国泰晤时报 太阳报等媒体的国际媒体巨头 新闻集团4日表示 该集团自上个月以来 受到持续性的网络攻击 可能是针对记者通讯资料而来 网络安全公司指出 一系列网络攻击可能是中共当局所为 华盛顿邮报报道 莫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 4日向相关机构提交的文件中表示 集团自上个月以来 受到可能由外国政府精心策划的 持续性网络攻击 在同日制员工的内部信则说 集团受到的网工影响到有限的电子邮件 及其他文件 内部信函还披露 新闻集团总部拥有华尔街日报 及其他财经媒体子公司 道琼公司 拥有泰晤时报及太阳报等媒体的 新闻集团英国 还有纽约邮报等都成为网工的对象 消息人士则向华尤表示 骇客曾进入记者的电邮信箱 新闻集团对外则说 网络攻击受控 且没有影响到用户的个人资讯 据网络安全专家分析 此次网工可能是与中共当局 有高度关系的骇客所为 目的就是窃取情报 以服务北京的利益 一直以来 与中共有关的骇客攻击 美国媒体并非首例 早在2013年 纽约时报与华尔街日报 就曾受到网工 2015年 华盛顿邮报的白宫国防部 及中勤局记者 收到来自政府的信件 指他们的个资 可能遭到与北京有关的骇客窃取 美国政府官员及资安公司人员 都曾表示 与中共当局有关的骇客 多年来的网工 不单是谋取经济利益 和智慧财产权权 更可能窃取 与政治目的有关的敏感讯息 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4日公布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 在室内佩戴任何种类的口罩 都能够有助于防范感染新冠 佩戴品质好的N95、KN95口罩 提供的保护力最高 能减少83%的感染率 华盛顿邮报5日报道 CDC这份报告指出 在室内公共场所 佩戴外科手术口罩 被新冠病毒感染几率减少66% 品质一流的N95和KN95口罩 减少感染率83% 戴布口罩减少感染率56% 研究数据也进一步证实了 在室内公共场所一直佩戴口罩 来降低感染新冠病毒风险的重要性 研究人员表示 他们分析依赖调查对象 回忆在多个场所的行为 也没考量是否采取保持距离 等其他防疫措施 这些都使研究结果有其局限性 但是戴口罩的优点依然相当显著 这项研究呈现的是 如果你注意 并且一直佩戴品质良好的口罩 被感染新冠的风险就显著降低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by bwd6